这个视频演示一下我们用逻辑分析仪带试播器的通道 然后一起测SPI的数据通信的解码过程 那我们这边用的一个USB Hub 一个是USB线我们给接试播器 然后另一个Hub我们接一个SPI的一个模块 收发模块 然后这是它的线 那我们这边试播器是接了一个A通道 然后一个逻辑分析仪的通道 逻辑分析仪我们这个里头用四个通道 因为SPI有通信是四根线 然后我们这边接的有点乱 这大概就是这样子跟这个模块D 那我们的逻辑分析仪的D是这个黄线 还有试播器的D这个黑夹子 我们都接的这一路 接的这一路就是SPI的D跟它模块共D了 然后SPI发的数据我们这样子要来监测它 所以我们把它D供上 然后它的两根数据线 一根收一根发的数据线 我们现在只监测 因为它是单向发的 我现在这个模块是单向发的 所以把收发都加在一个数据线上 就相当于我既能模拟我能看到它的收和发其实是同一样的数据 这是两个接的一个数据线上 然后它的 但还有一些它的时钟线 时钟线 就在这儿 红色的就时钟线 然后我们的通道A试播器也接在时钟线上 并连在时钟线上 是因为我们要用它来做一个出发 当然你用别的做出发也可以 但时钟应该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有数据的时候一定要现有时钟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时钟线接在A通道上 对A通道一根出发 这样你发一个数据 你就会直接用单次出发 让它定在那里 然后就开始研码分析 然后都可以 那大概就这样的一套系统 然后我会用上微机软件 SPI的通讯软件的上微机软件发一组数据 然后用我们的试播器 在这儿监测脑机分析仪 然后把数据波形抓到 然后在试播器的上微机上进行解码 SPI解码 然后我们开始 这是SPI模块的上微机 我在这边设一下波特律 本来设的9600 他不知道可能调的9375 不过波特律 不所谓因为这个解码是自动识别的 然后这边会设置发送数据 16进制12EF48 然后我点发送 这边其实就有发送数据了 但是为什么这边 你看这边没有数据 是因为我没有设出发 它一闪而过了 我在这边把A通道 因为我们这个的特点是 试播器和逻辑分析可以共用的 所以我们用A通道来做出发 把A通道的出发打开 然后设好电瓶 然后单次出发 那试播器就停在这儿等待出发 然后把逻辑分析仪打开 逻辑分析仪在这儿 把逻辑分析仪打开 然后解码 调成SPI 平时不是解码 是这样子的 解码 关掉是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写SPI 解码 然后打开 这些先是默认的 我们打开 然后这样就完了 这样就完了 我们就等待发送一个 这个数据 把它调出来 然后这边就抓到了 就看到这边抓到数据了 把A通道的出发 我点了单次出发 这样的话就再等 等这个信号 那我这边打开了 解码SPI 打开这些设置是默认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 四根线已经分配好了 时钟线 然后收发线 然后片选线 这边都设置好了 就跟我那边接线是一致的 然后我现在 发送一个数据 好 这边已经收到了 121F4B 我发的是这个 然后这边就已经收到数据了 好 这边我把这个搜列图 换成器搜列图先关掉 然后把我们要编辑和移动的话 其实因为现在它是在出发状态 虽然是单次出发 它还是在等下一次出发 好 等我们设置 那把示估器要关掉 这时候我就可以自由的这样移动它了 我可以左右移动 我可以用滚轮把它缩放 好 然后这边移动 然后可以放大部分 然后默认的它是这样的 默认的它是一位一位的接的 好 看接码的位置 你会看到我们这一根start线 好 这边关掉了 就没有它了 好 我们打开的话 这边有一个接码线 那我们 你会看到从这个线往后 它开始接码 大概是这样子 默认是一位一位的接的 然后我们开始看一下 这边是对应好的 当然你回头可以自己设置你的线 好 但是一定要设对 然后这边是 呃 这两位是选那个SPI的工作模式 呃 两两位可以设置四种SPI的模式 默认的是零零 那你如果设的是不同的工作模式 它的解码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解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看数据就变了 好 把它变回来 然后这边是未顺序 未顺序就是呃 我们发送的时候 有时候从低低低比特往高比特发 啊 然后另一种是说 我先发高比特再发低比特啊 这个是要 要可以要跟你的发送方法对应的 然后这个字节呃 字大小就说 我现在是一个比特位就算一个 我就跟你解 你要是两个算一个我就跟你把两个解在一起啊 那一般比如说我们是八个算在一起的 那你就看到这边12EF4B 啊 这边已经解出来了 就跟发送的 看一下 发送的12EF4B是对应上的 这样子就已经解成功了 好 可以左移 然后你会看到看左移的话 这样移是一样的 或者是我换一种办法 我把它的起始位置往这边移 这样它的12就没有了 就是EF和4B 我移到这儿 就是4B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你看这边间隙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字节 这是一个字节 它中间有一个间隙啊 有一个间隙 但是你如果把start放在这儿 无缘无故的一个位置 你看到数据 你可能觉得它解错了 那其实是因为你认为从这儿要开始从这儿解 从这儿开始的8个比特算一个字节 在这边 当然你说如果是一个比特一节 那它从哪儿解的无所谓 从哪儿解它都是不变的 因为它只一个比特 好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看一下放大 放大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偷选一个局部 它可以放大 好 这边 这样 它可以放大 然后你也可以 我们注意看这边骗选 如果选的不对 骗选如果是高有效的话 它是解不出来的 因为你现在是低 骗选CS是低电频 你认为是高有效 那就说我现在是无效数据 所以它是解不出来的 好 低有效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样是横向放大 然后左右移动 滚 搜放 我们可以看一下环中区 环中区就在这个位置 好 你会看到说 哦 这边还有数据 你可以把这边移一下 好 当然这个 我们可以在单次出发 然后键码打开了 键码 键码打开 然后我们再发送一组 随便发一组 随便发一组吧 6 7 9 A 然后 7 7 D 就出来了 然后发送一组 这边就收到了 收到了 看一下 他把这个暂停 然后弄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然后 看一下 解码 8位 6 7 9 A 7 D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